你敢相信吗?其实,您也可以见鬼 我们先来讲几个有趣的小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访问白宫时 据说体验了不可思议的经历 据报道,他当时刚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 左手拿着雪茄,右手拿着威士忌向卧室走去 但是在他抬头看路的那一刻 他发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正站在他的前方 虽然此时丘吉尔首相全身赤裸 也只好镇定自若地说道 晚上好,总统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而林肯总统呢,只是微微一笑,就消失了 丘吉尔首相被认为是体验了一次超赞现象 1925年7月6日 一位名叫托马斯·布莱克维尔德的律师 被一阵敲门声给惊醒了 当他打开门时,他的邻居詹姆斯平刻查分 看起来有些紧张不安地站在他的门前 查分问他能否和他一起去他的兄弟家 他需要在那所房子里找到某样东西 并且需要律师作为见证人 律师有些惊讶说 在我去之前,你得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分直视他的眼睛说 有一份遗嘱,我父亲写的遗嘱 他藏在一本《旧圣经》里 你怎么知道的? 律师问道,你父亲去世已经快四年了 我知道,查分说道 因为是他昨晚告诉我的 你猜怎么着 这份遗嘱确实在那里 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完 毕竟这是美国最著名的鬼故事之一 有些人在听过了这个故事以后 还真的相信鬼魂确实存在了 去世的父亲是查理斯·艾尔查分 他是北卡罗莱纳州 蒙克斯维尔的一个农民 辛勤工作多年 积累了许多的土地和财产 1921年他因事故去世 让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他的遗嘱中 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 他的四个儿子之一 马歇尔 那份遗嘱是1905年写的 据说马歇尔是去世者最喜爱的儿子 虽然其他四个儿子 阿布纳 约翰和詹姆斯二世 也就是查分 有些不满 但他们并没有对遗嘱提出意义 马歇尔和他的妻子继承了一切 然而在1925年 查分说他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梦 这些梦真实的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些梦中 他的父亲告诉他 他写了第二份遗嘱 并且将他藏了起来 而在这份遗嘱中 他把所有的财产 平均分给了所有的儿子 后来查分说 我完全相信父亲的灵魂来找我 是为了告诉我 他犯了个错误 他父亲的鬼魂告诉他 去找一件旧外套 就是他以鬼魂状态出现时穿的那件 查分和律师去了马歇尔的家 那件外套被存放在阁楼里 他们从外套的一个口袋中 翻找出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读一读 爸爸的旧圣经 创世纪第27章 当他们找到了那本圣经时 那一页中 有两页被折叠在了一起 而遗嘱就隐藏在其中 遗嘱的日期是1919年1月16日 其中一部分内容写道 在我死后 请给我一个体面的葬礼 把我所有的财产 平均分给我的四个孩子 如果他们在我死的时候还活着 不论是个人财产 还是房地产 全部平均 如果他们不在了 就把份额留给他们的孩子 这个案子上了法庭 因为需要决定 这份遗嘱是否有效 庭审过程中 人们对查分所讲的鬼魂故事 感到震惊 后来法官裁定 第二份遗嘱 有效 但你不得不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父亲要设计这么一个谜题 让他们来解开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查分 遗嘱在哪呢 这就是一些怀疑论者和心理研究协会 在调查这个案件时提出的质疑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心理研究的结果 而对于这起事件的观众们来说 他们可能会猜测 这是查分和他的兄弟们 精心策划的一个复杂计划 至少他们中的一个 非常努力地模仿了父亲的自己 然后他们等待合适的时机 将字条藏在口袋里 并将遗嘱塞进破旧的圣经液中 当然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在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你对鬼魂的认知有所改变吗 心理学家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人们无法摆脱 古老的迷信和民间传说 心理学家们发现 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见鬼 其实是大脑的错误活动 这些超传现象很容易解释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一些物体看起来很像是其他东西 比如 这就是一块石头 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 它就不是石头了 就像当你从眼角看到了某些东西 但一转头 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棵普通的树 可能它看起来很像是瘦长的鬼影 但其实就是一棵普通的树 现在科学界有一个有趣的理论 即使你听不到低频声音 你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 7到19赫兹之间的声音 能引发惊恐或恐慌 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 你的感官接收到了信号 但你的大脑无法理解这些信号的来源 从而导致情绪上的不安 在一个实验中 科学家们在一场现场音乐会中 播放了低频声音 音乐会结束后 约有22%的观众报告说 他们感受到无法解释的恐惧 含义 抑郁 其实这都是次声波的影响 哦对了 整个视频里都在播放 18.9赫兹频率 你有感到恐慌不舒服吗 或者你有看到什么吗 可以告诉我 希望今天的节目 可以成为你睡前的好故事 这里是飞红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 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 晚安